大家好,网络传出来消息 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战发生了惨无人道的不查屠杀平民事件 现在就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愤慨 现在各大媒体报纷纷转载报道这件事 那么现在是泽伦斯基 就是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4月5号他接受了媒体的采访的时候 是多家媒体采访 他宣称他不会和俄罗斯人讨论乌克兰非军事化 还有去纳粹化的问题 那么我总结了几个要点 泽伦斯基他在对这些媒体回答问题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他说俄罗斯不可能非军事化 对不起 乌克兰不可能非军事化 当人们建议我离开基辅 但我明确拒绝的时候 有关这个讨论便已画上句号 乌克兰人的表现告诉俄罗斯人 忘记所谓的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 我们乌克兰人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什么 乌克兰人根本没有什么纳粹 现在纳粹是你们自己俄罗斯 你们对我们的人民 对我们手无寸铁的人民进行了 非人道这种屠杀 你们对我现在是正在灭族 大家知道灭族是战争的最高形势 还有一个所谓的非军事化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我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我们自己一个独立的国防力量 这个是不可能的 不要再谈了 什么非军事化 非纳粹化 这个是不能够再争论了 那么泽伦斯基告诉媒体 就说布查屠杀事件之后 我们已经要求俄罗斯去纳粹化 现在你换句话说 是你们俄罗斯 你们是纳粹 你们对我们不查 这些就是手无寸解 平民进行屠杀的时候 就像当初二战的时候 就是希特勒 纳粹 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一样 你们是纳粹 还有一个非军事化 乌克兰绝对不能接受 那么泽伦斯基他还说 他说我一直跟北约秘书长和各大国领导人重复 如果北约决定接纳 乌克兰明天就可以加入 加入这不是说着玩儿 我们真的想加入北约 那么还有他就对媒体 他就是阐述 他说当前和平谈判只提到克里米亚 没有说到顿巴斯 顿巴斯对顿巴斯有自己的看法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看法 追求一份在所有内容上都达成一致的和平协议 不可能 单就克里米亚而言 乌克兰就不可能和俄罗斯达成一致立场 如果各国真的想要结束战争 那么大家就应该为之努力 我们的西方伙伴更应该发挥力量 这换句话说什么 顿巴斯 顿巴斯还有克里米亚 固有的 这本来就是乌克兰的领土 我们不可能跟你俄罗斯 就这些本来属于乌克兰的领土进行谈判 你顿巴斯有你顿巴斯的看法 克里米亚有你克里米亚的看法 但这是我的领土 就好像以前邓小平所说的领土是不能够谈判 主权是不能够谈判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俄罗斯他说必须接受惩罚 即使国际法帮不上忙 乌克兰也会想办法惩罚 惩罚俄罗斯战犯 那么这次不查屠杀 就是说现在乌克兰方面已经锁定了凶手 他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第60独立魔部旅干的 这支部队基本上他是通古斯民族构成的 通古斯他是远东的一支部队 现在就是乌克兰情报总局 他掌握的情况是这样 他说这个部队的番号是51460 他是俄罗斯的一支远东部队 乌克兰情报总局掌握着这些线索 而且请求北约战略情报网协助 获得了这支部队所有成员的照片 姓名家庭住址 还有家庭成员 还有通讯方式 那么现在乌克兰的内政部长发誓 不惜一切代价锁定这支部队里面 所有参与屠杀的成员 还有家属 血债血环追杀到底 中国有句俗话 就是两军交战不展来时 这是几千年来故意有之 这是一种战争的默契 或者换句话说 这是一种契约 更何况你现在斩杀的是 手无寸铁这个平民 屠杀平民 你不仅仅是战争罪 你更是反人类罪 你这样打到这个份上 你不仅践踏了文明 而且你突破了人类的底线 这不仅是俄罗斯军队的耻辱 这是人类的耻辱 那么现在就是说 以后我个人觉得不会有谈判了 只能是战争越来越升级 那么你看这泽兰斯基 他向跟各位记者 他分享了 就是说在他眼里面 究竟什么结果 意味着乌克兰胜利 他说什么 保留乌克兰的国家主权 避免人员的大量损失 俄罗斯承认克里米亚 顿巴斯是乌克兰的领土 不过即便签署了 对乌克兰有利的和平条约 就是俄罗斯也有可能 再次对乌克兰发动袭击 因此乌克兰人 应该为此做好准备 那么就是 泽兰斯基最后表示 就是乌克兰谈判条约中 有关去军事化 还有去纳粹化的条款 就是乌克兰连谈都不会谈 换句话说 我就这次就跟你俄罗斯死磕到底 为什么 你们现在已经突破底线 你们现在开始屠杀 手无寸铁的平民 再有一个 我个人觉得 可能各国的外交官 大部分国家的外交官 包括俄罗斯的外交官 都已经做好准备 准备要撤离了 战争要升级了 而且呢 你这次就是俄罗斯呢 就是办了一件蠢事 你屠杀这个平民 你正好西方还有北约 包括美国 正找不着这种借口 介入这场战争了 他们极有可能利用这个借口 直接介入战争 如果美国真的是要介入的话 这种战争很快会结束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回头我们再讲 就是俄罗斯军队 他到底蠢 就是屠杀平民 他蠢到底蠢在什么地方 好了 这段先到这